早前以色列出了一个研究 打了辉瑞BioNTech疫苗之后 仍然有人会被新冠病毒感染 尤其是容易被南非变种病毒感染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这个新闻 一般来说 传媒都质重了原来打了疫苗也没效 大家看到这些标题也是很担心 早前亦有辉瑞药的CEO 说可能要打第三针 但大家也要留意 美国方面FDA、CDC也说了 其实打不打第三针 一来现在还未能决定 估计今年可能是第三季 或者之后才能够判断需不需要打第三针 而且要打第三针也不是药厂说了算 通常一般都要经过疾控中心去决定 不是药厂CEO说就可以 很言归正传 我们讲回以色列的研究究竟是看什么呢 研究的设计就是 他找了一群人打了一针 或者两针的辉瑞Biontech疫苗之后 仍然有确诊 就找了这群人出来 没有说这些人很多 大家留意一下 总之他找了一群人 其实加起来不是很多人 就是四百多个人 他就把这四百多个人 又对比一些没有打针 但又确诊了的人 比较一下 两者之间 即是说打了针 和未打针的人 究竟感染的病毒是哪种呢 究竟哪一群人 比新变种病毒感染的机会大一点呢 基本的设计 大家可以看看这个时间续 这个timeline 大家知道 Vizal,Biontech疫苗 或者我们这边打伏必泰 都是一样的东西 打第一针 我们叫做Dailing 就是打第一针 接着第21日 就是打第二针 就是打两针 他计算他什么时候 有breakthrough 就是说打了针之后再感染呢 其实他计算是两段时段 第一个时段 就是打完第一针 14天之后 他不会立刻计算的 他给了一些时间 等免疫系统 抗体那些 就先反应 就开始有保护效果才计算 就是第一个时段 就是打完第一针 14天之后开始数 由14天就数到28天 就是中间21天的时候 就打完第二针 这个就是第一个时段 就是说打完第一针 14到28天之间 这个期间 你可以想像这个期间 应该就说打了第一针 是开始有些保护 但是这个保护呢 这段期间应该就不是太全面了 那就是最强的 这个第一个时段 那第二个时段呢 就是计算打完第一针 打完第二针 再加7天 就是28天 就是由第一针 你可以想像这个绿 这段期间这样计算 这个第二个时段 第14天到28天之间 就是开始那个疫苗呢 就是开始那个疫苗呢 有些保护 但是呢 就不是最强劲 或者最强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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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说呢 这段期间 就是我们要有部分保护的时间呢 就英国变种病毒的比例 是相对高的 那至于第二个时段 就是说28天以后又怎么样呢 28天之后呢 应该就是说 那两针的Visor-Balentine疫苗呢 的保护效果已经已经 已经准备了 就是应该呢 就是那个保护效果已经 到了比较理想的水平了 比较足够 那么这段期间 他拿了些breakthrough了 就是仍然感染了新冠病毒的人的病毒 走去分析 就发觉呢 里面那些病毒呢 很大比例呢 都是南非变种病毒来的 不好意思 这个写了 不是很清楚这个颜色 就是南非变种病毒 是主要的 比例呢 就是对比起 原本那种病毒 就8比1 就是说呢 8就是南非变种病毒 1就是原本那种病毒 就是说这段期间呢 反而呢就是南非病毒 就变了主流了 那意思呢 大家要知道呢 就是意识你呢 基本上呢 大部分 在做这个研究的期间呢 就主要那个 变种病毒 就是那个 UK 就是英国那种变种病毒 那当你在第一个时段 就是说 打了第一针 刚刚开始 打了第二针 这段期间 那个保护 都未完全开始 未到一个最理想水平的时候 那个感染的病毒呢 就就是以UK 那个variant 就是英国那种变种病毒 为主流 那那个原因呢 就是说 就是那个保护效果 都未是最理想 而在一个社区里面流行的 又主要都是UK 那种 就是英国那种变种病毒的话 那很自然呢 在这个第一个时段 有部分保护的时间里面 那么 那个主流的病毒 应该就是 英国变种病毒 就不出奇了 那但是 到了第二个时段 就是28日之后 意思呢 就已经打了两针 再等多一个星期 那两针的保护效果 应该出来了 或者出了大部分 那保护效果 到了一个理想水平的话 那就看得出 就说 这两针菲萝瑞Biontech 疫苗 对付这个UK病毒 是非常之好的 所以 当它那个保护效果 出来了的时候 28日之后 那个UK病毒 的比例 就低了很多 就是说 两针完全可以 对付到UK的variant 但是呢 即使打了两针菲萝瑞Biontech 都未必能够 完全阻止这个 南非变种病毒 即是说 南非变种病毒 是比较难对付的 所以 在28日之后 如果 还有人感染新冠病毒 的话 UK英国的 变种病毒 已经很少了 但是呢 就因为南非变种病毒 是比较难对付的 所以 就变成了南非变种病毒 变成了主流的病毒 在28日之后 仍然 有机会 BREAK THROUGH感染到人 必须要指出 这个研究 并不是一个 看疫苗 有没有效的研究 大家要搞清楚 因为大家看了报纸标题 很多时候 就误会了 哇 即是这个 打了两针菲萝瑞Biontech 疫苗 都不能够预防 南非变种病毒 即是我们死定了 大家有这样的印象 不是这样的意思 这个研究是怎样的呢 即是说 它其实 并不是看疫苗有没有效 在其他的研究 大家都知道 其实Biontech 疫苗 在以色列的效果 是相当相当之好的 超过90%有效的 他这个研究 只不过是抽出一小部分 打了两针疫苗之后 仍然受感染过 一小部分人抽出来 接着看看这些人身上 究竟它是被原本那种病毒感染 南非变种病毒感染 还是英国变种病毒感染 是这样的意思 即是说 这部分抽出来 看来做研究的人 是少数 大部分人 打了针菲萝瑞后 是受到保护 没有受到感染的 有些人仍然坚持 打了也还有机会感染 那一定的了 就是说 因为疫苗不是100%有效 即使它是90% 95%有效 总有几个%的人 打了针 可能有割量的原因 可能本身有年纪大 抵抗力弱些 有些人本身有其他病 免疫系统的病 打了针菲萝瑞后 不能够产生一个足够的抗体反应 总会有部分的人 打完针菲萝瑞后 都仍然受感染 这部分的人 并不是大多数 大部分人 打了针菲萝瑞后 都受到保护 所以打疫苗 仍然是相当有用 相当有价值 大家看一看 美国的确诊数字 其实现在的确诊数字 就是打橫行 和有些好像上升 大家都知道 有些州份 或者不少人 就不生性 很快就不戴口罩 不理公共卫生措施 还有 也有一群不肯打针的人 但大家细心看 即使确诊数字 有上升趋势 因为COVID死亡的人数 就不是怎么升 或者有些下降趋势 如果疫苗注射进展 继续顺利的话 这种Decoupling effect 就是确诊数字上升 但死亡率继续下降 这个Decoupling的效果 应该可以继续看得到 即使感染了 但以轻症居多 死亡严重 入院的个案 就会越来越少了 今天就说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看 请你留言 点赞订阅 下次再见 拜拜